為誰傷心可長寫歌 我到她了 Lost Middle Yeah 她才沒有健康 Foxy 這個是 SMS有兩個台一定會用的 人仔 人仔 但是我忘了人仔 People 人仔 人仔 還有什麼呢 還有People之外是什麼 衣服 這個真的回憶 突然說回人仔台 你們可能出身WhatsApp的年代 但是以前沒有上網這件事 電話只能夠靠SMS 同款的電話 同公司出的電話 就SMS不用錢 所以以前我們SMS 就要看對方是用哪個電話的台 例如我用三 對方也是用三 我們SMS就不用錢 但如果我是三 對方是這個人仔 那 那就要給錢 不知一元過 這樣 因為以前聊電話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會計算到一分鐘 你會用家裡的電話 或者你自己的房間 客廳的電話 如果你在房間裡聊電話 其實是別人拿起 聽的電話 是聽到你裡面的電話 所以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還有就是以前真的要用電話簿寫的 有很多不同的人的家裡電話 我都是記得的 真的 因為 還有你會說 麻煩我想找熊家豪 你等等 然後又要給他 然後就在那裡煮電話 哇很多回憶 哇這真的完全不用見到 有沒有聽過神奇的水馬鈴 有 就是好像一包粉一樣 就是倒在膏上 它就會變成像蝦一樣 不知道啊 是怎樣的 就是洗澡 是水嘛 什麼啊 Foxy 這個是Foxy 你的電腦裡面有一個叫做Foxy的 file 你只要把所有的你的檔案 譬如陳奕迅的 人來人網這首歌 你只要放在Foxy裡面 還有可能用Joy的套外 放進去 在這裡搜尋套外 或者人來人網 你就會 你那兩個file 就自動會在這裡 分享出去 其實是非常 那時候覺得很方便 但是當然它令到我們正版的音樂 開始陷入這個門路 有一點點的 蠻好笑的東西 就是這個Fox 很多時候 有些人 譬如我想找人來人網 但是呢 它是把我不是陳奕迅 人來人網的file 例如一些 不雅的影片 那些 就改了名字 人來人網 然後下載 就會變成 那些不雅的影片 一開出來 就錯了 那這個就是Foxy覺得 最搞笑的東西 小時候一定會發生的 哇 很多東西的Foxy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里斯德納 我知道 因為瘦口水也是這個品牌 但是 是糖還是牙齒 什麼 糖 平常是一塊薄片 你放在桌子上就用 我吃過 透明的 那我吃過了 這個是一個小學 必定會學的軟件 電腦軟件的一個 那些什麼小幫手呢 POWERPON 是不是POWERPON 對 POWERPON 對 這個就是POWERPON 我又忘記了之後 那些小畫家 因為我小時候 小學老師教POWERPON 的時候 我就是打LF2 一定是打LF2 LF2可能有很多小朋友 我又不懂 因為它就是小朋友一起打架 因為它是一隻 那時候小朋友 不用上網 但又可以幾個人 一起玩 在同一個Keyboard 玩的一個打架遊戲 所以 至今 這個東西 至今彈出來的時候 我都不懂得 弄走它的 等一下 我見過 這東西 這個是什麼 但我真的見過 買零食送的 奇多圈 都是買零食送的 零食裡面會黏著的 例如你買 那些就會很流行 這裏全部有很多不同款 這個 真的不記得 你塗了一些東西 寫著我 那是YES YES就是一本 一本刊物 某雜誌場刊 然後 當年真的佔過貴重很多格 因為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有YES卡 當年 譬如我們沒有上網 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唯一可以儲存到 明星的照片 就不是現在 譬如是Instagram 你會看到 你一定會 一元扭出來 例如 我想要周如文 但是出了一個熱誠屋 那你就要再扭 扭到有周如文位置 這就是ADYES卡 但YES 當年最厲害的 就是有一個 YES效花 效草選舉 它是 我想 不知道 每間學校 就有些校花 你可以寄一些照片 去參加 那我就沒有留意 因為 YES 跟Coco 我是Coco比較多 但是YES 也是很出名 YES好像女生看多一點 Coco就是男生看多一點 我是沒有儲YES卡 那你儲什麼卡 我是儲那些 有一隻Game 我忘記叫什麼 那些啡色的 然後有分不同的 有怪獸 還有什麼 有三顆星 一顆星 五顆星 然後你就有不同的照料去打 因為 那時候有些商場 就會有一班人 拿著一大堆卡 對戰 那些 會操 但我都不記得是怎樣做 要買 嘩 這個經典 每一個 踢球的 小學生 我的年代 一定拿著一個 Super X的 沿逃袋 那時候我 求我媽媽 我好記得 在家樓下 就是那些 小型的 小型的 體洋玩具店 我求我媽媽 45 還是49 一個 她不敢買 她說 這個牌子 她不會被小孩揹 最後她去了 買一個 Nike 150元 很多地方 最後 我覺得 Nike那個 不夠要贏 因為每個人都 那 現在終於知道 阿馬當年後 但這個真的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 沿逃袋 還不可以這樣 上去 上去 真的上去 Lost Middle Yeah 我是沒用過的 但Lost Middle 又是我們90年代 超出名的 超流行的 超流行的 一個牌子 她有一支 包包 男 男 女 女 都是一片 沒有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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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個回憶 我是沒有的 我是用 SPI 不是 SPI 又是那些 五隻書包 要去到SPI的店 還要量你的配置 是有幾直 幾彎 然後去配戴一個適當的SPI書包 但SPI書包 在我那些 即是我那一頭 長大的人 是會被人少的 所以千萬不要做錯事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Gradery Gradery Gradery 就是每一個中學生 都覺得 一定要有 但Gradery對我來說 有點貴 所以我也是沒有買到Gradery 我中學是 我也是背回Nike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Nike便宜一點 因為她是說千多元一個 即是如果你要背背包 但是你上去好潮 你就唯獨是一個選擇 就是Supreme 它就介乎在Supreme 和運動牌子 Nike 中間就是千多元 Nike 即是七百元 Supreme 那些是兩千幾三千元 我們又背不到Supreme 但是 其實我也背不起這個 所以我就背到Nike 但真的每一個人都會有 你去到自修室 整排都不知道分哪個 選擇打哪個 好 跟今天的挑戰完了 我大概一半一半 合格 一邊打你 從來沒我分 這樣 啊 即將播放的 是一半風情 因為快樂 未怕忘 舊時空間比較多 未來的長輩 未知低度高度 願每天有禮物給我 曾有的可執拾過 是一半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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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半風情